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内容 首先是劳动节即将来临 各大零售商推出了令人惊喜的折扣 让你可以以超低价格购买到心仪的商品 例如 Apple iPad 10.2的价格 从329美元降至199美元 还有Arobot Roomba和Teachnade搅拌机等热门商品 也在促销中 机会难得 快来抢购吧 接下来 NCAA足球赛季即将开幕 众多精彩比赛安排 让球迷们期待不已 本周末 Notre Dame将对阵 Texas A&M 还有Florida Gators迎战Miami Hurricanes 这些比赛不仅是新赛季的开始 更是老对手之间的激烈对抗 观众可以通过多种串流平台轻松观看 绝对不容错过 最后 对于喜爱烹饪的朋友们 我们为你推荐了2024年最佳不锈钢煎锅 无论是高端的Made in Coquare 还是实惠的Tramontana 这些煎锅都能让你的烹饪体验更上一层楼 学会如何选择合适的煎锅 让你的厨房生活更加轻松愉快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劳动节的购物优惠让人惊喜 许多商品的价格降至历史最低 经过一周的精心搜寻 发现了多款必买商品的超值折扣 如苹果iPad 10.2第九代 降至199美元 节省130美元 Naturewell临床式黄唇高级保湿霜 仅需10美元 节省15美元 Arobot Roomba机器人吸尘器 售价180美元 节省70美元等 这些优惠涵盖了科技产品 家居用品 厨房电器和美容护肤品 消费者应该尽快购买 以免受庆 在这些特价商品中 苹果iPad 10.2第九代 以199美元的价格 吸引了大量关注 尽管是前一代型号 但凭借64G存储空间 和40%的折扣 依然是市场上 最佳平板电脑选择之一 此外 Naturewell的是黄唇保湿霜 因其促进胶原蛋白生成 而备受喜爱 限价10美元 也让人无法抗拒 另一款Arobot Roomba吸尘器 则以180美元的价格 提供高效的清洁体验 让消费者在轻松享受 生活的同时 保持家庭整洁 Yahoo US还介绍了 即将到来的NCAA足球赛季 诺特丹大学将在德克萨斯州 与德州农工大学展开首场比赛 比赛时间定于8月31日晚上7点30分 观众可以通过ABC频道 或Football TV等平台观看 对于没有有线电视的观众 Football TV Hulu Live TV 和YouTube TV等流媒体服务 也提供了便捷的观看选择 这场比赛将吸引众多球迷的关注 尤其是诺特丹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 都是实力强劲的球队 比赛结果备受期待 Yahoo US报道 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队将在本周六 与弗雷斯诺州立大学的斗牛犬队展开对决 开启他们的未免赛季 密歇根队在过去三个赛季中 连续夺得大石联盟冠军 并且上赛季保持不败 但新赛季 他们将面临新任主教练Sharon Moore的挑战 他接替了前任主教练Jim Harbo 与此同时 弗雷斯诺州立大学的斗牛犬队 在上赛季表现不佳 整体战绩为11胜20负 他们在休赛期迎来了USC转校生Cory Foreman 成为他们历史上最高排名的招募球员 比赛将于8月31日晚上7点30分 在密歇根体育场进行 观众可以通过NBC和Peacock进行直播 在另一篇文章中 Yahoo US分享了惊人的劳动节折扣信息 许多零售商的价格骤降 让人感到意外 文章中列出了多款热销产品的折扣信息 比如苹果iPad 10.2的价格 从329美元降至199美元 节省了130美元 Naturewell的临床式黄唇保湿霜 从25美元降至10美元 省下15美元 还有Arobob Roomba吸尘器 Kitchenade立式搅拌机 Cosrx透明质酸保湿霜等产品 也都有显著的降价 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 文章提醒大家抓住这些机会 享受节日购物的乐趣 Yahoo US还评测了2024年最佳不锈钢平底锅 强调了不锈钢锅具 在烹饪中的重要性 虽然许多家庭厨师对不锈钢锅感到畏惧 但专业厨师却依赖这些锅具 进行各种烹饪 文章推荐了多款不锈钢平底锅 包括Made In的10英寸不锈钢锅 和Tremontana的预算选择 分别以其卓越的热分布和耐用性而受到好评 作者还分享了选购不锈钢锅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材料 重量和易于清洁性 帮助读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厨房用具 Yahoo US报道 宾州州立大学将在本周六于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主场进行赛季首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两队连续第二年在开季时相遇 去年宾州州立大学在比伏体育场以38比15战胜西弗吉尼亚大学 今年的比赛将在米兰 普斯卡尔体育场举行 比赛时间定于东部时间中午12点 观众可以通过Fox频道收看 此外 比赛也可以在Football TV Hulu Live TV Direct TV和YouTube TV等平台上进行直播 同样在8月31日 乔治亚大学的狗熊队将迎战克莱姆森大学的老虎队 这场比赛将于东部时间中午12点 在亚特兰大的梅塞德斯奔驰体育场进行 乔治亚大学在过去10个赛季的开场比赛中保持全胜 而克莱姆森大学则希望重温2013年战胜乔治亚的辉煌 观众可以通过ABC和ESPN加收看这场备受期待的比赛 ESPN加也提供在线直播 Yahoo US还报道了苹果公司在劳动节期间 推出的大规模促销活动许多产品价格直降 例如第九代iPad售价降至199美元 为历史最低价 此外苹果耳机MacBook等产品也有显著折扣 部分商品的折扣幅度高达515美元 消费者可以在亚马逊等平台上找到这些优惠 尤其是对于学生用户 苹果的返校计划可能带来额外的优惠 Yahoo US报道 随着劳动节的临近 购买新床垫的最佳时机也随之而来 专家建议每6到8年更换一次床垫 而这段时间正是许多品牌推出促销活动的时机 各大零售商如Amazon Nectar Lisa和Casper等都推出了诱人的折扣 床垫的价格大幅下降 例如Amazon的Bestory12英寸混合床垫 限价仅245美元 用户反馈称其舒适度极高 适合各种睡资 Nectar的记忆泡沫床垫也在打折中 提供365碗的试用期 确保顾客能找到合适的选择 此外 Lisa和Casper等品牌也纷纷退出优惠 吸引消费者在这个购物季节中 更新他们的睡眠装备 在另一篇文章中 Yahoo!US报道了Adnice Noonan的退休消息 他在West担任执行董事长达33年 Noonan曾在肯塔基州长大 后来在埃及和哥斯达利加工作 最终来到阿尔伯克基 他在West的工作帮助了无数小企业 特别是女性和弱势群体创办的企业 Noonan的努力为新墨西哥州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表示 创业是实现平等的重要途径 他在任期间 最自豪的成就 包括为West筹集资金建造的办公楼 团队的多样性 以及帮助过的众多小企业 随着他的退休 Noonan希望West能够继续发展 准备迎接下一代的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